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在LINE上面 因為我最近都有 PO那個 關於網路行銷的一些 行銷的一些心得分享 然後有一個 粉絲他就有回訊息 跟我說 他是賣健康食品 台灣的 醫療法規規定的 非常嚴格 像這種健康食品的東西 如果講到療效的 那 肯定被罰錢 肯定被罰錢,而且很多人 賣健康食品或是 醫美行業或是 相關的只要跟 譬如說人體器官 然後有提到人體器官 那你肯定就被罰錢 或是 美白美容保養品 你講到美白還是什麼 就被罰錢,很麻煩 然後他問我說 那這樣子怎麼做網路行銷 其實我自己 在前幾年 我第一次 因為以前我都賣3C的商品 賣軟體 賣那個電腦之類的東西 沒有賣過那個健康食品 所以那時候我的網站 一做上去的時候 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結果我就收到那個新聞 那個衛生局的那個發函 要去罰錢 我嚇一跳耶 那時候第一次賣健康食品 然後我就寫說 什麼 維護肝臟機能 因為什麼都不懂嘛 第一次 我以為在網路上什麼都可以寫 他說都不懂 然後 一發就是 他那個函一來就是 到廠說明嘛 到衛生局說明 然後 一開發就是5萬塊啊 嚇一跳 那所以自己有這個經驗之後 後來就知道說 在網路行銷上面 怎麼去規避這種東西 你不可以在網站上公開的寫 這些療效的東西 那譬如說 有很多東西都是只能夠 把人摳過來 然後現場跟大家講 或者是你 私底下 譬如說你用 那你不可以公然的就登在網站上 因為這樣就 違規了齁 觸犯我們的那個法規 所以 其實 已經很多人問過這些 這類的問題啦 那在台灣的醫療法 其實 醫療法規真的比 國外 嚴格很多齁 我聽說那個 台灣算是最嚴格的吧 那在大陸當然就沒這個問題啊 大陸那個 連 連那個要吃死人 他們好像都 都不太管了 就是他們那個很誇張 那個什麼療效寫的 大陸那邊療效寫的超誇張的 如果沒有寫這麼誇張 他們根本就 比不贏對手就對了 所以為什麼說 台灣人去大陸 如果正在賣健康食品 又賣出大陸人 就是他們 大陸那邊什麼都敢寫 寫的超誇張的 那在台灣 你要做網路行銷 可以 但是有方法 當然這邊 因為我 我這邊錄的這些影片 我發出去都是公開發出去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 不能 當場 講出來 但是有些東西你是可以去 透過 網路行銷去做 那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這個 如果你是我學員的話 我當然會跟你講怎麼做 可以去規避掉這些 這些 不合法規的事情 那 讓你可以合法的去運作 然後 讓你合法的去 收集到 你要的那個 目標族群 那當然 一個重點啊 就是 你要私下去 去 一對一的去 告知這些 你的 目標客戶啦 只是說 你怎麼樣去 一對一去告訴這些客戶 而且要 因為網路行銷 你還還在那邊一對一 那你不會覺得很累嗎 跟那個傳統行銷方式 不是變一樣的嗎 那不是很累嗎 一個一個去講 為什麼 為什麼健康食品 有很多公司都走 傳直銷 就是因為 這東西在網路上不能講 不能公開講 那所以只好 就一個傳一個嘛 所以才 搞到後來變成 傳直銷 大部分都是那個 健康食品產業 其實 整個文化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可是在網路上怎麼做 其實還是有方法 還是有方法 你真的有 有 當然他還是牽涉到一些 一些技術啊 結論就是 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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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是 就要 我們為了 suddenly 你 你要 你 沒錯 然後 感谢观看